塞伯格蟑螂可测绘地形,已驻搜救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研究者运用蟑螂超强的求生技能 研发了新的测绘系统 研究者在蟑螂的触须和尾毛上装上电子器材 科学家可从远端操控蟑螂 借由刺激触须操控其方向 刺激其尾毛以使其加速爬行 无人机可借由无线电波 将这种半机械蟑螂的行动限制在方圆20公尺以内 无人机发射的讯号可穿透建筑物 蟑螂在上述范围内可以自由行动 且发出无线电波 讯号经转移便可测绘地形 无人机将在未知区域上空盘旋 直到各区皆已完成测绘 半机械蟑螂可以深入危险区域 例如倒塌的建物以完成测绘任务 研究者希望该系统能运用在灾后搜救现场 让专家确定受困者位置 并帮助当局找出搜救安全方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